我妈妈没有想到,土豆还可以这么做,很多人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三连球关注 圈个好物,断打纯纹菜刀 准备几个可爱的土豆,我们给它去皮,切片 平铺在笼屉中,上汽之后,计时15分钟 做好了 然后取出我家祖传的擀面杖,给它倒成这个什么样 再加入两勺土豆淀粉 一定要趁热开始下手揉,揉至无干淀粉 像这样光滑的面团就可以 揉上一个小剂子,直接给它揉圆 取一个啤酒瓶子,给它怼成蘑菇的形状 怎么样,看着很可爱吧 全部做好之后,放入到刷过油的笼屉中 开大火,上汽之后蒸上10分钟 蒸好了,各个晶莹剔透,留着备孕 起锅烧工器,锅热之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加入我们之前切好的瘦肉粥,炒至发白 再加入我们真心准备好的配菜 放入食盐基本五香粉调味 还有提鲜,生抽老抽上色 开小火,处理炒出食材的香味 再加入小半碗的香菌水 开大火把汤汁烧开 加入我们做好的酒瓶盖子,喂煮三分钟 然后少许淀粉勾芡 咕咚至汤汁浓稠,撒上生菜美味鸡成 哇,真的是太香了 口口弹弹,又是主食又是菜 以上桌,全家人抢的吃 拜拜,我们下期见